车辆开进养护工位 我们现场看到 格林斯牌自动变速箱油 智能循环等量交换机 DT-800XA 标配和选配的各种车型专用接头 开装的专用工具 以及相应的变速箱油品 DT-800XA 首先打开引擎盖 用交换机12V电源 加连接汽车电源 红夹接正级 黑夹接复级 打开交换机电源开关 切换到待机界面 检查交换机 看电子秤秤量是否正常 打开加油口 先加入500毫升的新变速箱油 到智能循环交换机里 取出交换机的进回油管 再任意分别连接两个供接头 对准旧油回收备用桶 选拨菜单上的加注新油功能 加注量为0.5升 开始加注 此时 交换机上次作业时 管路内残留的油液会清洗排出 变速箱油压测试 机发动机处于为工作状态 取升车辆到适合高度 卸下护板 拆下变速箱到散热器的一条散热擂却油管 接上相应的接头 在对接上变速箱压力专用测试管 启动发动机 看压力表无数是否在一公斤以上 低于一公斤压力的变速箱 不建议使用智能循环交换机进行患有养护 感谢观看 循环清洗 发动机熄火 开下压力测试管 用智能循环交换机的进出油管 与变速箱散热油管进出油端接上 可以任意连接 不需辨别方向 智能循环交换机会自动识别 选择循环清洗排单 启动发动机 检查连接管路是否漏油 如发动机运转不正常或者连接头漏油 请中止换油 检查智能循环交换机的压力表压力度数 正常压力范围在一到五公斤压力范围内 保持刹车状态 每个档位都要逐步循环切换 保持停留三秒左右 观察新旧油市窗当前变速油的油液状况 是否有金属粉末 油泥杂质及磨擦材料残渣 浸水等情况 如有上述情况 请中止换油 进行检查维修流程 循环清洗时间 建议在三到五分钟最为合适 最后切换到器档 关闭点火开关 使发动机对于吸火召开 等量交换作业 将智能循环交换机菜单 切换到等量交换 往交换机内加入适量的新变速箱油 设置好交换量 为达到交换养护效果 交换机内要预留一到两升新油 作为最后调整变速箱液为用 启动交换机进入等量交换流程 同时启动发动机 保持刹车状态 逐步来回切换操作挂档杆 在每个档位停留两到三秒 最后切入T档 同时注意交换机 新旧油窗 新旧油液的颜色变化 在每个档位停留两个档位停留一样 再加到多档部里面 在每个档位停留一把档位停留一样 在柣位停留一样 明 chỉ有两个档位停留一样 但在每个档地方停留一样 就需要两个档位停留一样 当交换过程期间,禁止向交换机内添加新油,否则会出现电子秤剂量不准,影响交换养护作业。 等量交换到7升后,智能交换机会自动报警停机,汽车切入P档熄火。 同时注意交换机显示屏那里的交换完成率信息,并做好记录。 做最后的变速箱页面调整用。 油位足够后,断开交换机的连接电源和进出油管。 连接还原汽车变速箱散热油管。 启动发动机,检查确保刚才拆装的连接管路无漏油现象。 交换作业后的录制流程。 连接还原汽车变速箱 abajo,断开向右翼图。 连接还原汽车变速箱火。 免 writtenó 中文。 Zither Harp 路式通常为3到5公里 目的是在消除交换过程中出现的气泡 同时还可以体验换油后的驾车效果 驾车3到5公里后 再次将车取升到适合高度 怠速状态下 检查并确保连接头无漏油现象后 装上防护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排空交换机里的新旧油箱 每次进行患油养护作业后 都要进行对交换机的新旧油箱的排空 注意 在排空交换机油箱时 交换机的两条进出油管 必须处于未连接断开状态 如果长时间的不排空 会影响到交换机的计量电子秤的使用寿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